銀色小客車卡在機械停車的升降梯內 高度卡在半空中 車裡一位爸爸載著女兒 根本難以脫困 消防隊員趕到現場 這位爸爸還把手伸出窗外求救 消防人員看到人 立刻往下駕踢救援 好不容易擺下梯子 但八歲的小妹妹看起來真的很害怕 手扶著梯子一步一步慢慢往上爬 消防人員超有耐心 安撫小妹妹情緒 不用怕 抓住妳了 慢慢爬 一個一個來 手先抓好 腳再上來 對 很棒 妳做得很好 對 來 再一個 婦女兩人平安脫困 還好沒受傷 但小女童一臉驚魂未定 感覺快哭了 只是車子怎麼會卡在半空中 原來是這位爸爸太粗心 一早又送八歲女兒上課 急急忙忙準備開車出門 卻忘了有停電公告 停車是說 因為台電公司有公告說停電 那他們忘記這個公告了 所以去車的時候 我們就先發生這樣子的情形 升降梯因為停電 啟動到一半就卡住 也讓婦女倆卡在半空中 這場驚魂祭 還好有鄰居幫忙通報119 否則這位忘了有停電公告的 粗心爸爸 不知道要和女兒被捆多久 記者好 古文嘉義報導 馬鈴樓